作詞・作曲 李宗盛 作曲 李宗盛 過去的觀點容易讓你一成不變 浮潜 我有的偏见 迷惑你有心的触界 浮现 幻然间发现 我们离最初的誓言 渐行渐远 你是否还记得 那个青涩的追风少年 有多少勇气褪迟在 那改变的瞬间 有多少双眼 期待下个奇迹再次出现 时间为你转身 因为你肯冒险 注定这不平凡的一切 把你坚强一步向前 一切交给时间 你会精彩呈现 勇敢和执着 许下心愿不灭 不变 您能把你坚强一步向前 在一切下心愿不静 provincia 这个交给时间 你会精彩员现 很专家的爱 真想见死不咎 这里没别人 我现在呢 已经不是江湖中的人了 你给我一句准话吧 觉得那俩孩子怎么样 我打心眼里喜欢他们 你笑什么 有话就说 你是旁观者呀 和我的心情不一样 如果我是你的话 我也可以做个顺水人情 可是现在 我是有家女儿的心情啊 就这么说 童谓的父亲是我的朋友 非常好的朋友 待的母亲 不妨礼笑话 曾是我的人生之爱 如果当时 我能够再细心一些 再警惕一些 童谓也许不会到今天 这样深入泥潭的地步 你是怕童谓跟错了人 谢小飞 是美国回来的顽固子弟 面生可不太好啊 把童谓交给他了 我不踏实 所以你是想再考验他一下 看他们的糟糊了 找我什么事 蔡叔 我可以像童谓那样敲你吗 叫什么都行 不过别以为套到近乎 我就会有求必应 其实呢 我来真的是有件事情找你 想要求你帮我 坐 说吧 什么事儿 其实童谓一直以来都有一个愿望 那就是去CAA的总部跟他的偶像乔纳森一起工作 你也知道他虽然优秀但是还年轻 在CAA这么庞大的机构里面 如果论资排辈的话 恐怕几年都轮不到他 所以 我来找你是为了 希望你能帮帮他 让我出面保代局总部 对 你是CAA的理事会会长 你说话很有分量 所以我才来请你帮我这个忙 他做我女朋友之后 让我没有一件事情顺心我 他需要一个好的消息让他振奋起来 你也知道 他真的有能力胜任这份工作 可是你想过没有啊 如果他真的去了纽约 你们可就分隔两地了 我很爱他 我当然想天天跟他在一起 但是呢 我希望他能有一个更大的舞台 来完成自己的梦想 他那么支持我 所以我也应该这么支持他 就算异地恋我也不怕 可是我要提醒你呀 年轻人 纽约可是人才积极啊 但去纽约 你恐怕连异地恋的机会都没有 那倒不会 您可别忘了 我是来自纽约的 论外貌论才华 谁都比不上我 谁都比不上我 我真不知道 童韦是看上你哪一点 怎么能这么说呢 人家这么优秀 他看上我不是很正常吗 追我的女人多了去了 反正您就帮帮他吧 谁啊 蔡叔叔 是我 你们约好的 我没约他呀 不是 你能找一个地方 让我先躲一下吗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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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 快 快 先别说话 让我猜猜啊 你是想让我在谢氏那边 称谢小飞一把 对不对 蔡叔叔懂我 坐坐坐 蔡叔叔 我这次来呢 是想给您看这个 这个项目小飞她跟了很多年 叫做原生泰度假村 我给您看这个就是想告诉您 小飞她不是那种不学无术 每天只知道吃喝玩乐的 纹固子弟 有点意思 不过这个能说明什么呢 说明她可以成为一个 合格的财团继承人 她需要时间 但是更需要您的支持 童谓啊 你太简单了 像这个小项目 但凡用心的都能做出来 可是要管理一个 像谢氏这样的大集团 可就不那么容易了 蔡叔叔 您是谢氏的大股东 您应该也知道 自从小飞的叔叔上台了以后 经营状况很不乐观 我相信 您也不会支持她吧 可是她有经验哪 她迟早会翻身 可谢小飞她有什么呀 就这么一个前途未博的小项目 那也太儿戏了吧 小飞她确实现在经验还不足 但是她正直 有理想有远见 说得好 这才是对我的正确评价 恋爱中的女人哪 就是盲目 蔡叔叔 童微啊 您是博学和小慧的女儿 我把你当做亲人 蔡叔叔要跟你说说心里话 像谢小飞这样的人 她配不上你 你跟着她也吃了不少苦啊 要尽早地跟她骗请关系 蔡叔叔保证 以后啊 跟你介绍比她更优秀的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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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说什么呢你 背后捅人刀子是不是 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了你 你 卑鄙小人一个 你怎么在这儿啊 走走走 别跟她叨叨了 叨叨 小秦姐 你想清楚了啊 从这儿出去了 刚才你对我所有的要求 都无法挽回啊 怎么着 就跟你那帮我似的 别跟着假惺惺了啊 你刚才求蔡叔叔什么呢 她呀 让我保你去纽约 跟乔纳僧一块儿工作 说这是你的梦想 你来替她求情 她来替你求情 很感人 行 我答应你们了 不过这两个要求当中 我只能答应一个 帮谁你们做个决定吧 那您不用说直接帮童威吧 好吗 我呢就是一个什么都不会干 也没才华离婚 你别说这个了 既然如此 我们就不麻烦蔡叔叔了 我们先告辞了 真不用了 用 您就帮童威 不用了 蔡叔叔 如果小飞的事业没有起色 我也不会自己去纽约的 反正 您也信不过她 我们就不麻烦您了 我们先走了 回来 我说你们这小青年 怎么气性那么大呢 说翻脸就翻脸啊 开个玩笑都不行吗 您的意思是 你们俩呀 都是好孩子 什么好孩子 你到底帮还是 你傻死了 你听不懂啊 蔡叔叔答应帮我们了 是啊 有什么办法呢 搭去纽约工作 你如果不跟着 那牛郎织女的多可怜哪 不是 你说你这么大把年纪了 你不学点儿好 你学什么开玩笑啊 谢小飞啊 你很有前途 我希望你不要辜负 我对你的信任 不要辜负谢氏 那么多员工对你的信任 更不要辜负 童威对你的爱 我知道 你放心吧 蔡叔 我绝对不会辜负任何人 我更不会辜负童威对我的爱 博学 晓辉啊 这一关我替你们把握了 小飞 爸 我做到了 蔡叔叔会支持我 我都知道了 明天我就会和蔡叔签署协议 你 我很快就会回来了 你一定要等我 审判之日马上就要到了 那些人一个都逃不了 小飞 你看着我 你瘦了 这些日子 你辛苦了 爸爸以你为傲 我 谢谢你爸 我爱你 喂 为什么我的用户名密码 登不上公司的内网 我 马上给我恢复 你还没有进来 你还记得华恩吗 你还记得华恩吗 当你当总裁的行业 在这公司的主任 有些关系有关系 有关系的问题 李奥 我们想要理解 你在说什么 我们希望你能够合作 你不想让小费移动 你能够带我去 我告诉你 这公司是我们的 这些证据 你怎么拿到的 你必须联系 你必须联系 否则我们会拒绝 你加入 这些证据 公司资金 我李王站长 你们领导要走 听说了吗 领导 你说我们佟爷姐 走 去哪儿啊 这么大的八卦你们都不知道 你说呀 我们会长是谢氏集团神秘的大股东 在谢小飞跟他熟述的内斗当中 我们会长全力支持谢小飞 谢小飞扭转乾坤 成为了谢氏集团实际的掌门人 这和我们佟爷姐有什么关系啊 江可 你是真傻还是装傻 你才傻 谢小飞跟他是什么关系 你不知道 两个人爱得死去活来的 人家谢小飞肯定要回纽约接管家业 你们领导会不跟他一块走 人家要去纽约当富太太了 不可能 佟爷姐才不是那种为了爱情 或放弃事业的人 我知道了 你们盼着我们佟爷姐走 这样一来 肖翔就可以上位了 对不对 给你告诉我 做你的春秋大梦去 去吧去吧去吧 不信拉倒 坐武者瞧 站住 站住 我先告诉你 你可以动我人 但是不可以动我的被子 干吗 别动手啊 拿取干气 消毒啊 必须得消毒 太可怕了 消毒友 有试着机吗 你干吗呀 不是 你干吗呀 说 佟姐是不是要走 佟姐不是要走 佟姐不是要走 佟姐是要被调到 原来蝴蝶他们说的是真的 对心 这事怎么能骗我们呢 领导不让我对外张扬 我们是外人吗 可说 到底怎么回事 你就这么对我呀 我不亲 周总 我知道 您是因为器重我 一直以来 尽心尽力地培养我 但是能去跟乔纳森工作 也一直以来是我的理想 您知道的 你应该为我高兴才对 你不会现在就要走吧 坐下再说 童韦 你想过没有 你这一走 不仅是换了一个工作岗位 更是换了一种生活方式 你到那边能不能习惯 这都不好说 再说 以谢小飞现在的身份 她的生活会发生很大的变化 她还是不是现在的她 这更不好说 这些 你都想清楚了吗 我已经想清楚了 谢谢您对我的忠告 我跟小飞一路走过来 真的不容易 所以 就算前面是刀山火海 我也想要试一试 谢谢 童韦 祝你一切顺利 谢谢 谢谢 什么叫做苦尽甘蓝 我才是明白了 你叫呗 这里也有我的一项功劳吧 我不说你心里也应该挺明白的 对吧 你什么功劳啊 我怎么挺不明白你那说是什么呢 你又给我装 好好好 不跟你当 那什么 叫什么姐夫 姐夫 看呀人家都叫姐夫了 你还叫我什么呀 我跟她同辈啊 她叫你姐夫 我也应该叫你姐夫吧 姐夫好 姐 她现在可是大财团的掌门人了 你得赶紧巴结巴结她的小型她回头 不把你甩了 你男朋友还在这儿呢 你能不能稍微收敛一样 姐 姐夫 她的真面摸我早就知道了 不过我更喜欢这样更真实的她 真幸福啊你们 好了不说这个了 我谢小飞呢 人生起起落落 能够有今天的成就呢 都是在座的功劳 所以我真的很想感谢一下你们 再就是我的小姨子田田 还有我的女朋友的好朋友珊珊 你还感谢我呢 我可什么都没给你做啊 那是我必须得感谢你们 在我人生最低谷的时候 感谢你们的落井下石 让我能够咬牙坚持住 挺过来 让我一直有一个 东山再起的信念 都是因为你们逼出来的 你还挺记仇的 对 还有 还要感谢我的好室友毕臣 还有我的情敌 黑心大律师 我有什么黑心啊 你比雨现在变强了 我最怕了 天宇你知道吗 其实我一直 一直有句话想跟你说 就是你真的很想 狗屁高耀一样 真的想干掉你 要不说我真的很 喂喂喂喂 你们听到了啊 以后呢要是我出事 肯定是他干的啊 我好啊 我不闹了 小贝 你现在呢 精灯洗米 所以我希望你对薇薇 还是跟以前一样 你们要是感觉他不好啊 我随时把薇薇抢走 这轮不到你骄傲 你也没这机会 狗屁狗勇吃 好了 行不行啊 谢小飞 我快饿死了 来 干杯 吃 干杯 干杯 我还没跟大家说 我跟小飞呢 要走了 我呢要到纽约的 总部去 跟乔纳森一起工作 做谈判助理 等会儿薇薇 谈判助理 这也太委屈你了吧 暂时还没有这个合适的工作 跟我在一起你放心吧 顶多超不过半年吧 我就让他在这个总部 一定有一席之地 你就放心吧 其实呢 只要能跟乔纳森一起工作 别说是谈判助理了 就是做实习生 我也特别开心 这么突然 薇薇 你想清楚了吗 我 我知道这话 不应该当着 谢小飞的面说 可是我希望你 还是能够慎重一点 毕竟你的家 你的事业都在这边呢 就是啊 姐 我也这个臭男人 什么都不要了 不是 我说你们一个 行不行啊 他跟我去纽约去享福 又不是干什么 弄得跟上刀山下火海似的 我能亏待他吗 我老婆啊 大家放心吧 其实你们说的这些呢 我都考虑过 我跟小飞会好好的 我去那边也会 努力工作的 你们放心吧 好吧 再既然如此 就 祝你们一路顺风 有空的 船户来看我们 好 干杯 干杯啊 你怎么可以这么对我啊 我被抛弃了 你知道吗 好了 好了 卉姐 你真的太过分了 要做也不提前 跟我说一句 又不是永别 没准你们也有机会 调到美国呢 我们那那么大本事啊 好了 以后你们放假了 可以来美国看我 我全程招待 CEA那边的手续 都办好了 如果纽约那边 有什么需要的话 我们随时支援 放心吧 周总 不会给您丢人的 我肯定放心 都说好了 要给小核桃当干嘛的 淋着脱桃 孕妇就是这么多愁善感 是不是啊 小核桃 回来别哭了 生之前肯定回来陪你啊 要我说啊 你干脆来美国升得了 我全都给你打点好了 谁要娶你美国升啊 谢小飞 我可警告你啊 你要敢对薇薇不好 我弄死你了 他敢 小飞 别忘了还有天宇哥在这儿 他可不什么客服盯着你 没错 只要薇薇一天不结婚呢 我就一天不死心 没错 什么没错 趁早死心嘛 行了 时间不早了 我们该走了 等谁呢 没事 叔叔 婶婶应该不会来了 那走吧 喂 薇薇 薇薇 你来了 这傻丫头 你走 我可能不来嘛 我们同家大女儿就交给你了 你对她一定要好 您放心吧 我不是一直对她挺好的吗 我呀 你也了解婶婶 婶婶这个人吧 就是嘴臭 心转啊 如果有天你在外面 来得不顺了 你就回家 上海 只有你的家 我已经从小就没有主见 这下可好 一嫁到了美国去了 我和你婶婶想见你 我见不着了 说什么呢 说什么呢 你们想我随时打给我 我随时回家 好啦 好啦 时间不等 赶紧跟他们接吧 好 走吧 行 那我们先走了 拜拜各位 那我们走了 我会想你们的 再见再见 拜拜 我去坐地铁吧 我去坐地铁吧 不回公司啊 回啊 那坐什么地铁 我载你吧 怎么了 不舒服啊 一辰 你怎么了 你刚才说 只要童韦姐一天不结婚 你就不死心 是真的吗 是吗 是 你这是干吗去啊 去欧洲 我刚送走薇薇 你也要走 你们一个个的 可真狠心 来来来 坐坐坐 小心啊 珊珊 你猜我这一次 去欧洲做什么 还能做什么 肯定忙你那堆 破铜烂铁的生意吧 是生意 没错 但是这是一笔大生意 要是我拿下 这个单子的话 我们以后 再也不用看 公家的脸色了 你是说 只要拿下这一单生意 就可以彻底摆脱他们了 正是 到时候 我们就可以结婚了 办个盛大的婚礼 老七 你 你快跟我说 这一切都不是梦了 当然不是梦了 你别太激动 你有孕在身 我就是太高兴了 稍等 我叫华姐 华姐 华姐 那个 我这次出门呢 可能一段时间回不来 对 太太现在已经怀孕八个月 你们一定要千万千万小心照顾 起居饮室 要注意妥当 另外 身边不能离人 知道吗 放心吧 先生 好 你去忙吧 你还去那么久啊 九十九 但是值得呀 你在家 安安息息映带 等我回来 好吗 欧伯 怎么样了 接小辈车已经到了 爸 阿姨 我们回来了 回来就好 你们好 好 佟小姐 一路辛苦了 坐了十几个小时的 别急累了吧 来 别站着了 来来来 坐下刘 坐 我也是这么想的 走吧 佟小姐来纽约 是公干呢 还是旅游 什么都不干 这次呢 是来做我太太的 小飞 佟小姐是客人 别那么没礼貌 客什么人呢 现在是客人 以后不就是 妻子了吗 等不及了吧 佟小姐 小飞在中国 多亏有你帮忙 我们谢家 是有恩必报的 佟小姐在纽约 有什么需要的话 尽快开口 好 您别这么说 慧珠啊 明天带佟小姐的等约 此处逛逛 我身体不大好 就不能陪你了 抱歉 您别这么客气 阿姨也不用陪我 我自己可以的 那怎么行 行了 行了 客气不客气 我们刚回来 饿死了都 还不准备点饭吃 是不是 欧光 好 小飞 你看这些菜 都是你喜欢吃的 多吃点啊 你看你最近都瘦了 我瘦了 那我瘦了 肯定就是被她给气了吧 小飞 别那么没礼貌 唐小姐 这次来纽约 住哪家酒店哪 晚上我让司机送你回去 都到这儿了 还住什么酒店 当然是住 酒店 酒店 有车来接 您放心吧 那就好 我有点累了 先去休息 你们慢用 失陪了 你什么时候订了酒店 不准去 你别说了 我去找我爸谈谈 你别 爸 刚才你什么意思 坐 爸 童威是我女朋友 不对 你的女朋友 你自己的女朋友 是谁 我們还是自己的女朋友 你自己的女朋友 你自己的女儿 好吗 точ著就 这次 我她在这儿 她是中心的 当我说 你這樣 我伟给你 她是中心的 那你自己的 你干什么 那我说 我说 你不是 宝负 还在你 她不适合做谢家的儿媳 为什么 原因我不说你也应该知道 你们俩门不当户不对 如果今天我带回来的这个女孩 是一个普通女孩 你跟我说这番话 我真的能够理解 但你知道吗 佟薇对我来说不普通 对谢家来说她也不普通 如果没有佟薇的话 我在上海 可能就被谢天成害死了 那个时候你在医院 求人家的时候 你怎么不说门不当户不对呢 现在公司都好了 我们终于排除万难在一起了 你现在来跟我说 门不当户不对是吗 你知道这叫什么吗 你这叫过河拆桥 此一时彼一时啊 你别跟我说什么 此一时彼一时 我告诉你 我谢小飞这辈子非同微不取 你要明白 你们俩在一起 会害了你自己 也会害了她 我早就想过这个问题了 也早就做好打算了 不管未来发生什么样的事情 遇到什么样的阻碍 我们都不会放弃对方 如果我坚决反对呢 你忘了 现在我是谢家的当家人 每一个婚姻都希望能够得到家族的祝福 每一个婚姻都希望能够得到家族的祝福 我也不理外 但就算得不到 我也不会停下我的脚步 如果是一年前你跟我讲这个话 我可能会站起来给你一耳光 可是现在 你说得对 谢氏的当家人是你 但是小飞 你要相信 一个父亲 永远不会去害自己的孩子 这句话 我相信你总有一天会明白的 对不起爸 我刚刚 说话有点冲动了 你放心吧 我跟同位之间的事情 我们都知道该怎么做 不用操心了 又跟你爸吵架了 没有 我们俩就是闲聊 放心吧你就 别随意了 别随意了 我知道 他不想让我跟你在一起 没有 真的没有 你别瞎想 我理解 对于你的家庭来说 我的出现确实很突然 一点都不突然 我已经跟他解释了 如果不是因为你的话 谢氏根本不可能回到我手里 而且我也确切地告诉过他 我跟你在一起 不是因为冲动 而是因为我真的爱你 你就别为难他了 也别为难你自己了 为难什么 管他接受不接受 我再说一遍 我谢小飞就是想娶你 我想要跟什么样的女人在一起 我说了算 对 你说了算 你说了算 你说了算就可以和你爸爸吵架了 没有 以后我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呢 你可以凶我 但是当着别人的面可不行 好歹我现在也是董事长了 得给我留点面子才行 看你自己的表现吧 你为什么瞒着我订酒店啊 你为什么瞒着我订酒店啊 其实我没订 那你跟我爸说 你看不出来他不想让我住在你家呀 你管他干什么呀 不过我刚来纽约就住在你们家 确实不太好 我也是想去订个酒店呢 你想订个酒店 可以啊 那我给你订一个全纽约最好的酒店 可以吧 给你厉害的 走吧 欢迎回家我的谢太太 你爸都说了不让我住在家里 行了 你别太在意 我爸呢 他老人家就是那么一说 你就那么一听 回头我再和他说说 而且你说你现在 马上就要在纽约工作 天天住酒店像什么呀 那我不想让你爸对我有意见 怎么那么磨叽啊 那这样吧 你呢 就别把这房子当作是我的 你呢 从现在开始我是房东 你是租客 那我可租不起 过来 我的要求呢超级简单 你什么都不用给 每天呢一个甜蜜的吻就可以了 那我还是住在酒店吧 你来都来了你还想走啊 不行就住这儿 那我住这儿 你住哪儿啊 我 我当然跟你住在一起啊 你想得美 怎么了 谈着恋爱 住在一起有什么不正常吗 那你别乱来啊 看情况吧 我饿了 有吃的吗 有啊 冰箱里面你去看看吧 你怎么能够吃这么多了 你还要不吃 那我自己不吃 我怎么吃 我好看 你吃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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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吃点了 你吃点了 在一起啊 那我走了 我去住这边了 别别别 开个玩笑 饿了吧 你尝尝 尝尝你男人做的饭 到底好不好吃 今天是不是应该多喝点酒 干杯 敬什么 敬生活 敬永远 敬我们的爱情 敬永亲 干 你跟我在一起后悔吗 我可以放心地把我的下半辈子托付给你吗 当然可以 尝尝最爱的歌给你 以后在我的世界里呢 你是我最爱的 我不会让任何人欺负你 一定会保护好你 而在你的世界里呢 你只留在身边 绝对不会再出现委屈 猜忌 欺辱 只有爱 我的爱 我爱你 我爱你 我是你 我爱你 你如果要 discussed 不送了 离得很近的 我走着去就好了 那不行 今天是你美梦成真的第一天 我必须用行动 表示一下支持 反正呢 就这一天 你好好享受吧 以后呢 你求我都不送了 我才不用你送呢 上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MENU》 《WANG FOO LO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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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较高 商量 studies 我希望他们能估扰 跟仇意在这里 还需要给他们 准备好吗 那不会知道 真是要出花 我接着了 好的 Here's your takeout, check it out Thank you Excuse m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强调一定天荒地老 连一分钟都不能笑 不再会被轻易讨好 不想要就说不要 我只想爱我相爱的人 一起美梦成真 像被阳光追逐的清晨 不管爱会不会转身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 体会分不顾身 在被日落永稳的黄昏 享受这一刻的黄昏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 体会分不顾身 在被日落永稳的黄昏 享受这一刻的黄昏 全真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黄昏 我只想和我相爱的人 在被日落永稳的黄昏